那个住京办里边的 那个里边发生的事情 你老百姓你真的想不了 就2017年我一出来爆料的时候 很多官内的人看我 真的假的呀 半信半疑 这算是有智商的 绝大都是我咋就不相信呢 这一说就是什么 几亿几十亿几百亿 是吧 这听着大忽悠郭文贵是吧 打那么多钱呢 那零都数不清了 这个人类最可怕的就是少见多怪 中南海里边发生的事 隔着一个墙你外边都不知道 岳文海发生的事 他老婆可能都不知道 什么叫做精英 什么叫做魔鬼 魔鬼跟小鬼的差距 就是魔鬼干的事 你小鬼永远不懂 什么叫精英 就是表面上的伪君子 让你永远相信他是好人 实际上他比谁都坏 这个世界就这两种人 伪君子就是所谓的精英 就是现在西方社会的这些律师 会计师 记者 他就是社会的垃圾 人类的社会 从过去的远古时代 十万年前 从小人国到巨人国 到玛雅时代 到今天 就是远古的原始社会 然后农业社会 然后到了工业文明社会 无非是今天越到工业文明的时候 人们越聚集成事的时候 越发达的时候 人心越坏 人心越坏 越想控制别人 让别人变傻 别人傻自己才有机会啊 说你看看路大脑袋 十一言九指腰 你看看飞飞秀说 那个九指腰 那一段讲话 我听着我真的是 我觉得真的 痔疮都犯了 哎呀 Snow Snow 你不会有痔疮吗 Snow 我都有痔疮了 Snow 你不会有痔疮吗 我担心啊 是吧 你听听那个九指腰 为了你好 请你写遗书 我保护你的财产 你把遗书写给我 就这也有人信 当然了 最关键是信了七哥 就是信了七哥 你也不能这么干的 这就像我给那个欧洲美国 他们说 哎 Miles 我觉得中国 现在孔子学院啊 什么教育开放挺好的啊 我们现在学孩子 学中文都不用 都是不用这个付钱了 中国驻西方的大使馆 和西方驻中国大使馆 都有几个作用 保护国家利益 间谍情报 收集 一定的 但是没有像中共一样 把中国各县市到北京上海 成为了直查地方的腐败和勾兑 请战友们 一起和七哥 为爆料革命 和十四亿 咱们的新中联邦的同胞 爆料革命战友的家人 和朋友 全人类八十亿人 我们的同类 祈福 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您的感谢